今年最強春雨席台 在中部地區釀成了災情 現在看到的是台中各地區 都出現了淹水的狀況 像是大雅區東大陸 車道遭到紅土泥流淹沒 龍井西屯去一泰 也因為積水嚴重 導致交通大打劫 還有潭子區大淹水 噴裡頭的烏鍋魚都被沖上岸 女大學一個沒站穩滑倒 被雨水一路沖走 洪光大學校門口前 強勁水勢往下沖 其機車學生無法前進 都快撐不住 警衛見狀 連忙上前扶住車尾 殺戮區滾滾泥流水勢攤急 泥水蔓延到兩邊道路 讓人不敢再靠近 警方也派員警戒 鏡頭轉到大雅區東大陸 車道變河道 中間的分隔島被泥流吞沒 現場汪洋一片 汽車就像開在紅河洲 水沿到小腿渡 也一路沿進便當店 水沿到小腿渡 全補褲子落葉 水泥都沒清 水沿到這裡也沒關 車輛拋錨 現場耗製燈也故障 導致交通大打結 歇層往游圓北路 大量泥沙從山上沖刷下來 機車抵擋不住 潭子大峰里 土地公廟前的大排水溝 水位上升淹大水 整座廟泡在水裡 民眾怨聲載道 懷疑是水利局在附近 十一張鎮吃溝 導致積水都往民宅淹 河水暴漲 河水暴漲 河裡的吳郭魚被衝上岸 堆在水溝邊 游得衝進菜園 今年最強春雨洗台 導致台中各地區有些路段排水不及 出現淹水狀況 也讓台中各區水在平船 這盤線林家民吳祥三 台中報導